天下无双 信陵君听闻赵国有两个贤士 毛公和薛公 他们分别隐居在赌徒和九徒之中 信陵君去拜见他们 并且相处得非常融洽 赵盛知道了这件事 对他的妻子说 现在他竟然随随便便和赌徒九徒交往 看来真是个糊涂人 赵盛的妻子把话讲给信陵君听 信陵君听后打算离开赵国 并说赵盛竟然以与他们交往为耻 这非贤能者所为之事 赵盛知道后亲自挽留信陵君 赵盛徽下的贤士知道了这件事 多半转向信陵君门下 信陵君声誉轰动一时 喻盛徒下 警行